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有點特別 因為我找不到什麼題目說 平時我就看新聞 看連登 看有什麼Hot Topic 或者看有什麼我自己想說 近期大家有留意到 我的view數是上了一些 因為我開始跟連登熱門的熱話來講 但今天我看過連登 他又不是說沒有話說 但我沒有什麼靈感 還有可能有點厭倦 不斷追著熱話來講 所以今天我決定講一下自己的事 可能講一下我最近聽了什麼歌 看了什麼動畫 或者看什麼劇 我自己是 記錄了幾樣東西要講 先講一下歌 最近呢 我說聽了一首舊歌 這首舊歌 就是許智安的 講開許智安 我只想到他跟黃心穎 但算了 過了去 我們都是偶爾提一下就算了 就不要經常提 那我那天呢 坐我爸爸的車 我爸爸好像車我上班 我爸爸開的士 車我上班 那天他開著電台 聽到許智安的一首很舊的歌 就是這一首叫做 世紀末煙花 我覺得挺好feel 挺好聽 於是呢 我就把他的歌詞 因為他裡面有幾句歌詞在 還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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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不知道是什麼歌 我又沒有聽完他的DJ說什麼 我就上去Youtube 打還好嘛 還好嘛 這樣 就找回這一首 世紀末煙花 就聽回 我覺得挺好聽 我以前是沒聽過 以前許智安 可能我聽來聽去都是聽什麼 爛泥啊 什麼大風吹啊 男人醉痛啊 你說如果近期的就是這個流淚閒勝利道 都挺好聽的 但是 這一首 我很喜歡 世紀末煙花 大家網友如果喜歡聽一下這些情歌 聽一下那些舊歌 也可以找來聽一下 許智安的這一首歌 那歌我講完 我想講一下動畫 近期就看了兩套動畫 一套 我想算是上一季的回來 就是這一個叫做轉身就是劍 挺有趣的 主角轉身了去異世界 現在很多異世界翻組 但是他過去就不是龍澳天 不是打狗 他過去就變了把劍 說他變了做把劍 但是都會打怪 然後又說他教那個小女兒怎樣變強 那個小女兒是一個貓耳的小女兒 挺好看的 我好像不知道三天就已經看完整季了 我挺喜歡的這一套 但是都沒有什麼很大的劇情裡面的轉節 很厲害的招式是沒有的 就是講這把劍作為一個老師 因為他有一個智慧的 轉身過來的 教導這個小女兒 成為了他的師傅 有一點少少少少位 有一點少少可能打一下怪 打一下敵人 戰鬥都OK的 我覺得 Netflix有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然後呢 這套厲害了 Netflix 之前已經有這套很舊的翻 就叫做Monster 我記得我小時候 無線是有播過的 但是因為小時候這套東西太深 對於那時候的我來講 因為03-04年 好像是 我忘了是04-05 總之很小 總之是小學的 這套東西 還要是半夜的時候播的 無線電視 所以呢 小時候我是不太看得懂 而且你不可能追得到 這麼晚 你不是每個星期都有空看的 但是現在大過 我有機會看回 那時候我看到Netflix 好像上了五十多集 我上網查看 它有74集 我看到它不齊 我就不看 因為怕要找片源 很煩 因為這套東西 也有些歷史 零幾年 大佬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看回它的表 它就寫著04-05年出的 這套東西 就是這套Monster 怪物 OK 就是天馬醫生那套 我說天馬醫生的人就知道 以前經常看電視 天馬醫生 天馬醫生 然後現在它是洗我腦 它日文就不是叫天馬醫生 它日文很帥 叫Dr.Tamer 這套東西很帥 這套東西 這套Monster 出了74集 我應該是差不多 接近二十年前的產物 但我猜不到 居然這麼好看 全家產 我們看得停不了 它那個劇情很緊湊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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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輕輕說一下 大家自己找來看 很帥 這套東西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為什麼那套東西這麼帥 它裡面 有一個男主角 就是這個 很帥的醫生 幫人做手術 那些 就是這個主角 天馬醫生 Dr.Tamer 他對救人 有抱負的東西 有一次 他那間醫院 就有一個小孩 叫做藥巷 中了槍 頭中了槍 送了進醫院 Dr.Tamer 就盡他醫生的責任 救回這個小孩 結果 救回這個小孩之後 就發生了一些怪事 那 天馬醫生 他的三個上司 你當是 就突然之間死於非命 中了毒 還是怎樣 結果 天馬醫生 就扶搖直上 這三個人的死亡 天馬醫生 就成為了最大的受益人 因為這三個前輩死了 所以 天馬醫生 就扶搖直上 不斷升職 然後 剛剛不是說 他救了那個小孩 就是說 幫那個小孩 做手術 救了小孩 小孩 就有個孖山妹妹 那一天 那三個人死了 剛剛說的那三個前輩 或者叫做院長 和他那些 我不知道上司 還是什麼 死了 然後 他救了那個小孩 還有那個小孩 那個妹妹 即是孖山妹妹 就失蹤了 之後 一去到九年後 就說天馬醫生 混得好 天馬醫生 就發覺 原來 發生了一連串的事 天馬醫生 就慢慢發覺原來 他救了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 那小孩 是瘋狂的 原來 那三個人是他殺的 原來這個小孩 他為了報答天馬醫生 天馬醫生救了他 他就說天馬醫生 你救了我 你就是我再生父母 於是 他就殺了院長 殺了那兩個上司 就令到天馬醫生勝職 OK 那天馬醫生 發現了這兩件事 就覺得很內疚 如果天馬醫生 就覺得 如果我不是救了這個小孩 就不會害死那麼多人 然後一路 就發覺原來 這個小孩 他就是一個連環殺人犯 殺了很多人 又可以控制人 那樣 故事就是圍繞著 天馬醫生 追殺這個小孩 就是說他過了很多年 大過了 整二十歲 追殺這個小孩 就圍繞著這些故事 他很冷靜 整件事 你聽條計劃也很冷靜 一個醫生 救了一個怪物 我們形容做 因為這個小孩 是一個連環殺人犯 那時候是十歲 十歲就已經殺人了 天馬醫生 救了一個十歲的連環殺人犯 然後天馬醫生 就覺得 很內疚 如果天馬醫生 他不是救了他 就不會害死那麼多人 所以要追殺這個人 這個故事 我真的覺得很冷靜 還有他裏面圍繞著很多不同的人物 很多不同的故事 都是很吸引很精彩的 甚至乎 說回這個怪物 就是這個約翰的小孩 為什麼他會這麼恐怖呢 一路這樣查下去 這件事都是非常之過癮 雖然這個劇本 是接近二十年前的 但是 我也覺得是值得看的 大家網友 如果有Netflix 你有捱到他這麼舊的畫質 這套東西我也覺得 大家是可以看一下 接著 我還在看一套劇 就叫做 《諾克靈異偵探蛇》 我看見他張Poster挺漂亮 即是那張 我不知道叫什麼 宣傳海報還是什麼 我覺得挺漂亮的 但是 我開來看的時候 頭兩三集 是挺吸引的 因為他有一個很龐大的設定 可能捉鬼 然後人又不知怎樣 有些設定 一開始挺有趣的 但是再看下去 就很拖 還有很滿 還有一些角色不吸引 即是無論是女主角 男主角 男主角好像很有辦法 但其實他又沒有辦法 令到我看得很出氣 看得很不舒服 所以這套東西 我可能會棄的 我可能會留一點時間看《Monster》 如果主要我推 剛剛說了《轉身就是劍》 《Monster》 和《諾克靈異偵探社》 我自己是推《Monster》 大家如果捱到他 那麼舊的畫質 或者叫做 喜歡看一些很紮實的故事 都可以看看這一部作品 今集 講自己的東西 就分享到這裡 都沒什麼特別 抱著舊 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